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去餐厅吃饭呢 你已经点菜 等了很久 菜没有上来 大部分的人是越等越火 不过大陆扬州这名妇人不一样 她点的是锅贴 锅贴迟 锅贴迟迟没有来 最后呢 她竟然当场饿婚了 妇人虚弱地躺在餐厅的沙发上 右手捂着自己的额头 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连忙帮她急救 夸张的是 这名妇人竟然是因为点的菜迟迟没有送来 当场饿婚的 到餐厅吃饭竟然活活被饿婚 还出动救护车急救 妇人的男性有人气得破口大骂 原来这名妇人和朋友点了一份锅贴 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来 但比他们厚点的客人菜都上了 妇人因为肚子太饿 当场晕倒 男子一气之下跑到厨房 砸坏餐厅的托盘 餐厅的经理也很无奈 当时生意太好 出差速度才会比较慢 最后是出动了警察来调解 由餐厅负担富人所有的医药费 男子则要赔偿损坏的餐具 这才解决了一场时刻被恶婚的闹剧 中天新闻黄建廷综合报道 就在这